我们做板画最重要是一个复制的技术 不是说画就马上产生 是在板 金属板我们要经过复制 不管是新板 铜板 米板 我们要经过复制的过程 那么涂了底色之外 我们还要用滚铜上色 所以一板多数的这种颜色 这是板画时期的专门 所以我们在那里做 一般在欧洲的人他们做的 他们比较少用鲜艳的颜色 就有一些灰吊子为了调和画面 中间色 但是我因为从小在看到寺庙 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红的 蓝的 绿的 就是这些鲜艳的颜色 所以我就把这个鲜艳的颜色 在同一块板上把它呈现出来 同时我的画面是中间对称型的 一般你看看欧洲的艺术品大部分很少有对称的 一般是左右不同 因为对了画面让它有活力或者变化 我们相反 比如说你走进门进去都是对称的 两边蜡烛带都是这样的对称的 所以我们在习俗上就说偶事是好的事情 在欧美的人是奇数是好事 所以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刚才讲这是一个构图方法 我们把寺庙的图文用上去 用对称的方法 同时我们把蓝 红这样子对比的颜色 也把它应用上去 所以这样子对他们来讲中间是灰吊子 我们没有 所以他就觉得很惊讶 是的 这个另外我画面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个菱形 菱形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春联 比如说写春 湖 都是用菱形 他们欧洲绘画没有菱形的 你注意看的时候 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构图全部把它搬上去 所以他们也很惊讶 这样子的原因也让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国际性展览会 也被注目是这个原因 谢谢